我覺得民進黨對於這個 柯文哲的追殺是非常的清楚的啦 那剛才這個前提 用這個形容詞就特別的豐富嘛 你相對於我們剛剛講的那麼多的案子 超司有任何的故事嗎 同樣都是個檢察官唐仲慶嘛 對為什麼他講說呢 都是你的案子在辦 超司這個樣子 那麼那麼晚才開始有動作 為什麼這個柯文哲的案子 看起來如火如荼的 我是不曉得消息誰放的啦 那如果說同樣的人放的 那請你超司也放一點嘛 對不對 每天來那麼一點點什麼字畫啦 什麼USB 人錢包啦 隨便講一些大家的 批評一下也不錯 就是你至少呢 就這個媒體記者來說 也比較多的內容可以報導嘛 更不用講難檢 難檢待戶職手啊 難檢那麼多的案子在手邊 那麼多的光電案 坦白講我覺得光電案事實上 影響到臺灣是更大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是一個整個中央的決策 錯誤的決策所導致的一個國土的 整個的規劃 不管是健康 不管是等等能源政策的問題 但是也沒有看到這些豐富的內容 讓大家呢來這個茶餘飯後呢 配點飯配點電視看啊 所以我覺得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啦 那所以回過頭來看這個柯文哲 你說呢那為什麼這個樣子呢 當然是因為他們要政治追殺 只是我認為啦到目前為止的話 確實我覺得柯文哲沒死也半條命 但是某個程度來說我覺得因為他的 我覺得相關的這些政治操作 實在是太明顯了 我覺得太明顯到所有的人都看得出來的狀況底下 如果你延壓延壓又成功 那延壓成功之後的話呢兩月之後 你真的是起訴出寫不出來 沒有任何看得到的真正呢 可以這個非常確鑿的 你除了處理之外 相關的貪污等等的話 至少好歹像個鄭文燦一樣 或者好歹像個陳啟玉一樣 這個什麼左手換右手的啦 什麼比武的啦 這個災啦災啦這種好歹來點這種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你現在下多重的本 你到時候反彈就有多重 我認為對柯文哲來說 他現在當然他的整個政治的威信 已經沒有了 他政治的信任的資產 我認為他也已經下降到相當低了 因為他有政治現金處理的問題 他會不會在這個總統大選當中 再扮演賴慶貞德未來的威脅的角色 但是就民眾黨來說 他還是相當成縱有一個影響 他這影響是一個關鍵少數的影響 他只要因為這個樣子反彈夠深 他凝結出來的這些年輕人 這些所謂的認為 不管是不是比較改革派 但是比較中間的 他不願意靠向民進黨 反而接下來的跟國民黨繼續合作 其實對於民進黨來說 就是吃不了兜著走 所以我覺得對於民進黨來說 在那麼多的司法 為政治服務的狀況底下 這個算盤真的要打 要算的要打個金 來瓦惠 我覺得剛剛這個 講這個吳貞 這個吳貞上次坐在這邊的時候 他還在講說 主席有交代 叫大家柯文哲的事情要少講 他怎麼過了一陣子 他自己要忘記 所以昨天宜萱有跟他講 你也比較正經對不對 你們這個黨主席 叫你們 你跟這個王毅川兩個人講話 不要吃播 要播一點有意義的事情 那你也知道你的角色是發言人 所以你講出來的話 某程度就是代表黨中央或黨主席 所以在你講這樣子 好像一定會怎麼樣 嚴壓一定會 這你不適合來講 我們其他人大家可以討論 講這個氛圍 然後把他講出來 你的角色叫民進黨發言人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不適當的 但是我聽到一個重點 2028你覺得民眾黨是人死線 我覺得你就趁早打消了這個念頭 剛剛藍軒有講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我看那個彭正生 他一開始要壓他的原因是說 他涉探跟土利 最近一次延壓 他已經變成土利跟財產不明 請問涉探去哪裡 剛剛講這麼多的故事編完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很確切的 一刀必命的找到 雖然你們的這個故事 一直有一刀必命 但是你就覺得要繼續查 要繼續延壓 所以我就講 所以回來講 我們現在對於2028的狀況 我認為2026是先第一局 以目前藍白在立法院的合作的 這樣的一個氛圍來說 我不覺得民進黨會拿到 什麼樣的好處